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金斯伯格的灵鹫抵达最高法院 悼念仪式为期三天的新闻 9月23日美国开始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举行为期三天的悼念活动 抬救者抬着覆盖着国旗的金斯伯格灵鹫进入白色大理石的法院大楼 公众排队表达敬意 棺木被抬上法院宽阔的台阶进入大理堂 几十名前行政人员身穿深色西装 戴着黑色的口罩例证站立 大理堂里计划为朋友和家人举行一个私人仪式 部分市民在路章后面观看 他们正在等待定于上午11点开始的公众观看 在漫长的法律生涯中 金斯伯格一直在倡导性别平等和其他自由主义事业 近年来他成为了美国左翼的流行偶像 在新古典主义的柯林斯原著下进行为期两天的公众瞻养之后 金斯伯格将于周五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大厦接受安葬的女性 她的灵鹫将被安放在国家雕像厅 公众观影时间为周三晚上10点 周四上午9点到晚上10点 一个私人葬礼将于下周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 2010年金斯伯格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葬在那里 下面来关注一下戴口罩是因为整容 特朗普嘲笑拜登的新闻 9月2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嘲笑他的竞争对手佩戴口罩 称这是在掩盖他做过的整容手术 特朗普在宾西法尼亚州的选举集会上问一群支持者 他把那么多钱花在整容手术上 还想用口罩遮住脸 随着新冠病毒病例在美国各地激增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1月大选的竞争对手拜登 在竞选活动中被看到佩戴口罩 被特朗普称为瞌睡桥的拜登发布了一段竞选视频 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口罩的检测和佩戴 拜登抨击特朗普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 美国死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数超过了20万 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特朗普曾经表示他对危机的处理挽救了生命 下面来关注一下美国众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 避免政府关门的新闻 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9月22日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 以保证联邦政府运作到12月11日 此前众议院和共和党人就向农民提供援助 和向儿童提供营养援助达成了协议 随着政府资金在9月30日耗尽 两党领导人一直在致力于立法 以继续以目前的水平为大多数项目提供资金 从而避免在疫情中期和11月3日大选之前政府关门 9月21日 这项目前送交参议院的法案似乎面临危险 因为民主党人没有提到特朗普总统上周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承诺的关键农业援助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 宣布与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共和党人就持续解决方案达成了协议 佩洛西在声明中说道 我们已经和共和党人就协议达成了一致 为饥饿的学童和家庭增加将近80亿美元的急需营养援助 我们还加强了商品信贷公司的问责制 防止农民的资金被滥用在大规模石油救援中 该法案给了立法者更多时间来制定到明年9月的开支 包括军事行动、医疗保健、国家公园、太空项目、机场和边境安全的预算 下面来关注一下华为董事长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对全球供应链的攻击的新闻 美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公司9月23日表示 其供应链受到美国的攻击 并且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其贸易限制 这些限制损害了全球供应商的利益 这家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 正面临着美国贸易限制的压力 美国贸易限制旨在阻碍华为获得商用芯片 华为董事长郭平表示 美国已经第三次修改了他们的制裁 这确实给我们的生产和运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华盛顿表示 华为是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 并从9月15日起实施了新的限制 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服务 而华为曾经多次否认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华为表示 尽管华为有足够的芯片用于企业对企业业务 包括5G网络企业 但他正感受到美国对其智能手机芯片库存的限制 郭平说道 根据了解 高通等供应商正在申请美国许可证 这将允许他们继续为华为服务 如果高通能够获得执照以避开这些限制 华为愿意在其智能手机中继续使用高通芯片 而高通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郭平说道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重新考虑它的政策 如果美国政府允许 我们仍然愿意从美国公司购买产品 华为表示 从9月15日起 它将停止为麒麟系列生产最先进的芯片 麒麟系列为其高端手机提供动力 分析师预计 该公司现有的麒麟芯片将于明年耗尽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华盛顿愿意在与华为的斗争中退让 而此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美国上个月表示 将扩大名为清洁网络的项目 以防止各种中国应用程序和电信公司 访问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信息 下面要来关注一下 为3.2万名重罪犯还罚款 彭博面临刑事调查的新闻 亿万富翁彭博筹集了1600多万元 以帮助佛罗里达州被定罪的重刑犯登记投票 然而此举可能为彭博带来麻烦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盖兹警告称 他可能要面临刑事调查 佛罗里达州在201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恢复了重罪犯的投票权 但前提是他们只有在支付了欠政府的所有罚款 费用和赔偿金之后才可以登记注册 彭博的筹款活动已经为3.2万名重罪犯还清了债务 9月22日晚上 盖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在参加节目之前 他已经和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穆迪 讨论过彭博在这个阳光之州推动选民的努力 盖兹表示 我相信佛州可能已经开始了与彭博有关的犯罪调查 根据州法律 如果一个人直接或者间接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来影响一个人是否投票 那就是三级重罪 所以问题是支付某人的罚款和法律义务 是否算有价值的东西 显然是有的 《华盛顿邮报》周二获得了彭博团队的一份备忘录显示 这位亿万富翁认为 他的行动是为民主党增加选票的一种更划算的方式 而不是花钱去说服已经拥有投票权的选民 备忘录写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需要象征性投资的大量投票权 数据显示 在佛罗里达州 非裔选民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不同于任何其他投票集团 在那里 民主党的支持率往往是在90%到95% 盖兹认为 这份备忘录有助于证明彭博的行动可以被视为贿赂